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我们是烈火恩高的机会 那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神的话语 好了以后呢 为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为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好 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是 我们首先要一起来看一个地方的经文 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要看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的十章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好 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 第十章第一节 我们先看这里的经文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全禀 能赶足污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好 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 是不是 这些门徒都是跟随耶稣的 听耶稣讲道的 门徒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 就是学生 就是学徒 追随耶稣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耶稣给那十二个门徒说的 今天很多的教会不相信权柄 当他不相信权柄 他就不会认为他有权柄 是不是 他读了这里的经文的时候 他说那是耶稣那个时代 那是耶稣的门徒们 耶稣的门徒 耶稣给他们全禀 耶稣那个时候 那时候的门徒 我们哪有全禀 我们没有全禀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他就不相信自己有权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 门徒的意思是什么 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 就是信耶稣的 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 那么 耶稣的时代 这些门徒是耶稣的学生 他们相信耶稣 他们听耶稣的讲道 是不是 他们 跟随耶稣 所以耶稣给他们全禀 那么我想问你 今天的时代 你是不是信耶稣的 你是不是要学习耶稣的 你是不是要听耶稣的讲道的 你是不是要跟随耶稣的 看到没有 如果今天你是相信耶稣的 你是听耶稣的讲道的 你是跟随耶稣的 你是耶稣的学生 给耶稣学习的 那么今天 你也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首先我们要清楚 耶稣是不偏待人的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 那过去这些门徒 跟随他 相信他 听他的道 他给他们全禀 那今天我们也听他的道 我们相信他 我们跟随他 耶稣给我们全禀 当然给我们全禀 除非你不相信他 除非你不跟随他 你不听耶稣的道 是不是 你不是他的学生 你听别人的道 听人的道 听错误的道 听宗教的道 听魔鬼的谎言 那么你就没有全禀 你不是跟耶稣学 你跟人学 是不是 如果你是跟耶稣学 你是耶稣的学生 那么耶稣就会给你全禀 那么这个全禀 是干什么的 弟兄姐妹 这个全禀 就是赶鬼医病的 所以接下来说 人赶足无鬼 医治百姓 各样的病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必须要知道 今天 您拥有耶稣给你的全禀 就像当时 耶稣的门徒一样 拥有耶稣给他们的全禀 今天 你是基督徒 你是信靠耶稣的人 你是耶稣的学生 你是追随耶稣的人 你是活在基督里的人 基督就活在你里面的人 那么 过去耶稣给他们的全禀 今天耶稣基督的全禀就在你身上 阿们 那么这个全禀是干什么的 这个全禀就是赶足 乎无鬼 这个赶足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 赶足的意思就是 赶出的意思 赶足就是一个动词 阿们 它的时代是 现在是 为什么说是 现在是 不是过去是 也不是未来是 过去事是已经完成的 未来事是还没有发生 现在是 就是你现在就要用 成名就是现在 所以你遇到有魔鬼攻击的 有疾病压制的人 你就要用权力 奉一苏的名 赶回 就是现在 命令鬼 从这人身上 出去 奉一苏的名 出去 奉一苏的名 出去 就是现在 阿们吗 所以这是全禀 这个全禀 大过一切魔鬼 大过一切疾病 这个产品是 现在是 现在是 就是说 你要用啊 你现在不用 被魔鬼攻击 被疾病攻击 你找这个 找那个祷告 找张姐妹祷告 王姐妹祷告 这个有恩赐的弟兄 祷告一下 那个有恩赐的牧师 祷告一下 你就是自己不用 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信耶稣的 你是不是耶稣的学生 你是不是跟随耶稣的 你是不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说是 那么你就有 耶稣给你的 权柄 你知道吗 你有耶稣给你的 权柄 为什么你不用呢 就是因为你不用 权柄 魔鬼才攻击你 疾病才欺负你 耶稣给你的 权柄 你不用 你就浪费了 这个权柄 知道吗 知道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姐妹 在我们 熟天一日的聚会 我们要 教导神的儿女 明白这些真理 这些医治的道 这些伦理的道 这些权柄 这些权柄的道 这些信心的道 这些得胜的道 是神的儿女们 都成为大能的勇士 每一个人都知道 在基督里 我是新造人 我的身体 是圣灵的圣殿 耶稣给我权柄 无有权柄 大过一切魔鬼 大过一切吉利 亲着 每一个人都有 阿们吗 我们很多的时候 都是宗教思维 很多人信耶稣 信耶稣 信几十年 还是宗教思维 律法思维 还是旧约之下的想法思维 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呢 赶紧找这个 赶紧找哪个牧师 赶紧找这个长老 赶紧找那个弟兄 好像这个长老 这个牧师 这个弟兄 给他祷告一下 他就很好一下 你这种思维 都是旧约思维 知不知道 这些都是没有更新的 旧约思维 所以遇到什么事了 都喜欢找别人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知道 今天在新云里 你是不一样的 在新云里 在基督里 你必须要知道 神已经给我们权利 你不用通过别人的 你自己就有 我打个比方 你家里就有粮食 就有饭菜 就有肉 是不是 你自己家里就有 你只要把它煮熟的 拿着吃 就能吃饱了 就能生活了 你家里有肉 有粮食 有饭菜 你不煮 你不吃 你天天跟这个球 天天跟那个要 求你给我点吃的呗 求你给我点喝的呗 求你来赶紧给我点西饭吃吃呗 求你给我点菜 新菜吃吃呗 我问你 你自己有 为什么你不吃 为什么不用 一定要跟别人求 跟别人要呗 要过这种 祈求的 哀求的 像乞丐一样的 像囚徒一样的生活 这种乞丐式的生活 囚徒式的生活 是最低级的生活 你知不知道 高级的生活是什么 你拥有自主权 你自己就能做决定 自己就能用权柄 阿门 你自己就说了算 所以你今天在基督里 如果你认识到 你是有权柄的 听着 你自己说的才 你要做的事 开始用着的权柄 不要再到处求了 可能你会说 陈牧师 我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不知道怎么用权柄 如果你说 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不知道怎么用权柄 那你就听我们的讲道 你就参加我们熟天一至 参加我们那伙恩高的聚会 是不是 每一个周你都参加 听着听着你就明白了 听着听着你就知道了 怎么用权柄 怎么赶鬼 怎么奉耶稣的名 怎么命名鬼出去 怎么按手 怎么医病 怎么使人的身体得医治 是不是 关键的是就是 很多人他不知道 他也不愿意追求 他也不愿意听 不愿意成长 所以一辈子 本来是大有权柄 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女 本来现在过着 蒙福的 得胜的 珍贵的 这种权柄的生活 结果呢 还被魔鬼欺负 被疾病欺负 整天被各种各样的问题 环境 忧虑 愁烦 疾病 这些东西瞎之夹了 然后求这个 求哪个 求这个 求哪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说 不是说不可以找别人祷告 最重要的我要跟你说 你自己就有啊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把它用出来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你天天找人祷告 给你祷告 给你医治 都是不信神的 你不相信神的 你知不知道 你相信什么 你相信这个人呢 如果形成这种习惯的话 那就偏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什么事 遇到什么事 你想的第一时间 不是想的是神 不是想的是耶稣 你想的是人 你想的是陈牧师 是不是 你想的是我们 是我们某某 大有恩赐 大有信心的弟兄 某某非常祷告 有能力的一个姐妹 我要跟你说 弟兄姐妹 如果我传道 传了三年下来 五年下来 这是听我们讲到的 弟兄姐妹 他遇到事情呢 还找这个祷告 找那个祷告 那我 我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是不是 这些弟兄姐妹 并没有真正的 把我们的道听明白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听明白 我们的讲道 你不说是五年三年 你真的听明白的 不要一年 甚至是半年的时间 你就懂得用权柄了 我就知道 有人听我讲道 一个月他就懂得用权柄 阿们 甚至是半个月 就懂得用权柄 他就能够 父义苏的名干鬼 父义苏的名义民 父义苏的名赤头疾病 父义苏的名抵挡疾病 阿们 是不是 所以这里的关键点是什么 关键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关键点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 耶稣给他们权柄 如果他们不去干鬼了 不去医病了 那么给他们的权柄 也是白给他 所以你会发现 接下来耶稣就拆备他们去 是不是 马太福音七 十章的七节到八节 我们看这里的经节 下面七节到八节 谁走谁传说天国尽量 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让大麻风的结晶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阿们 所以耶稣给了他们权柄 就叫他们去做 就叫他们去用 怎么用 去宣告天国尽量 所以当宣告天国尽量 就是在宣告天国 神的国 神的权柄来了 是不是 神的政权领导 神的权柄领导 那么接下来的 这些疾病啊 这些鬼啊 对人的侠制啊 在神的国度 神的政权之下 都要被摧毁 所以弟兄姐妹 宣告天国尽的 之后他就要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塌风的接近 把鬼干出去 这是在干什么 听着 这就是在用权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门徒们 他们就得着了 耶稣给他们 他们白白的得来 白白的舍去 所以他们就要出去 用这些权柄 阿们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着 今天当我们重生 我们进到 神爱子的国里面 我们进到 神的国里面 我们是 身在一个 皇室家族之中 为什么呢 我们的神是王啊 我们的神是 鱼肉之王 是天地之主 所以当你信靠 因素 你重生了 你就进到 这个 王族的家庭那种 黄族的家庭当中 宇宙之王 天地之主的家族当中 看到没有 所以你身上 就拥有 他给你的权柄 这个权柄是 胜过一切魔鬼 一切疾病 一切罪 一切负面思想 一切负面情绪 一切黑暗权势的权柄 阿里路亚 所以这个权柄 当你信耶稣 当你进到 神的国里面 这个权柄就 余生俱来 就是从神而来 已经在你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 为什么要听 真理的道 是不是 因为你听 真理的道 你的思想才会更新 你的心意 心意才会更新的 那些熟世界的 那些熟肉体的 那些熟宗教的 那些熟魔鬼的 负面的思想 全都更新掉 你灵里面的 这些权柄 就能反馈出来 阿们 你就能够怎样 你就能够开始 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开始使用全力 我在这里 今天晚上还要重点强调一下 这个使用全力 不仅仅是赶鬼 奉吉苏的名 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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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吉苏的名 鬼出去 弟兄姐妹 不仅仅是 仅限于赶鬼啊 那你是对这个 全力的理解 很狭义的 很狭乱的 赶鬼 仅仅是这个 权柄当中的 一个部分 赶鬼仅仅是这个 权柄当中的 一个部分啊 奉吉苏的名 赶鬼会出去 从你身上 你身上出去 这只是一个 运用权柄的 一个部分 那当你明白 你有权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生活的 每一个领域 都会有权柄的当天 什么意思 每一个领域当中 你都会接受 从神而来的话语 从神而来的道 每一个神的话语 神的道 成为你的思想 成为你的理念 成为你的话语 听着啊 每一个思想 都有权柄 每一句话 都是权柄的刚显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过去 有这些负面的谎言 魔鬼的谎言 是不是 这些负面的思想 忧虑的 担心的 惧怕的 怀疑的 不幸的 小气的 自私的 苦毒的 这些不好的东西 现在啊 他都是从男人来的 以前你都不知道 你以为都是你自己的 是不是 你以为是你自己的 然后你整天 整天给自己找问题 整天说自己定自己的罪 我有罪 我有犯罪的 我有生气的 我有苦毒的 我有怎么的 忧虑的 我有犯罪的 那是因为你还不明白 背后的运作 所以 连这个整天定罪自己 说自己问题的 这些想法 都是从魔鬼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忧虑的 担心的 惧怕的 我刚才说的 这一切的思想应验 背后都是从魔鬼来的 那魔鬼用这些思想应验 想要干什么呢 就是想要在你身上来 挟制你 掌管你 就是想要 透过这些 在你的理念 你的心思意念里面 你的情绪里面 挟制你 掌管你 你明白吗 所以你不明白的时候 你就接收了 接收进来以后 你要当这是你自己的了 然后这些东西 就挟制你 管你 你掌控你 这些东西 就对你有权利 苦毒 苦毒就管控你 掌控你 它对你就有权利 忧虑就挟制你 掌控你 你天天忧虑 这些东西就对你有权利 是不是 这些担心的 小气的 自私的 这些恶毒的 说谎的 这些 各种各样的 这些从仇里来的 负面的东西 都怎样 在里面运行的时候 瑕疵的时候 都对你有权利 因为你接收了嘛 你把你的思想也交给他了 情绪也交给他了 所以你的思想 情绪交给他 他就在你里面 掌权了 最终身体出现 疾病出现 健康问题的时候 就是疾病在身体上 掌权了 哎 弟兄姐妹 听着啊 当你开始认识到 这些东西 都是从魔鬼来的 魔鬼想要 透过这些东西来 挟制你 掌控你 在你里面掌权的时候 你要奉尼苏的你宣告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接受这些 从魔鬼来的 一切负面思想 一切的负面的情绪 一切的忧虑 担心 惧怕 怀疑 这一切不好的东西 奉尼苏你都不接受 那当你宣告 你不接受他的时候 他就对你没有权利 你明白吗 他就不能再挟着你 掌控你了 这个时候 如何让你的心 让你的思想 让你的身体 重新的被喂养 被建造了 弟兄姐妹 重新的被恢复起来了 就是让神的道 神的话语 进到你里面 看到没有 所以你每一天听道 听道 听真理的道 从神的道 真理的道里面 接受神的话语 这些真理的道 神的话语 会成为你的思想 会成为你的意念 这些神的话语 在你生命生活的 每一个领域当中 都给你带来权柄 带来保护 带来建造 哇 所以全方面的真理 全辈的真理 给你带来全辈的建造 全辈的保护 全辈的权柄 你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都会开始活出这种权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思想当中有神的话语 是不是 你的思想中有权柄 你的情绪当中你是喜乐的 平安的 是充满爱的 你的情绪当中有神的权柄 你的身体当中 你接受耶稣说 别让你得一致 你天天祝福你的身体 你赴耶稣 你赶鬼之后 你就要祝福你的身体 你天天看你的身体是最好的 身体是最健康的 身体是最强壮的 你每这样想 每这样说 这些思想里面神的话语 口里面这些神的话语 对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是祝福 都是喂养 都是激活 都是恢复 都是健康 都是保护 都是全民的钢铅 阿们 好不好 所以 听明白了 弟兄姐妹 喊一声阿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了 所以我们奉尼苏的名赶鬼 那是一个全民的钢铅 同时我们奉尼苏的名 我们听到 我们的思想更新 我们的话日改变 我们的身体都一致 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祝福他 我们的家庭我们也祝福他 是不是 我们的工作我们也祝福他 你家里养了牛 你也祝福他 养了羊你也祝福他 养了鸡 养了鸭 你也祝福他 你遇到人呢 你对他说祝福的话 欣赏鼓励他的话 听着啊 这些都是权柄的彰显 今天晚上你要深刻的理解 原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权柄的 做个简单的比如 比如说你叫你 叫你这个 丈夫洗个碗 是不是 他就洗了一下 这个话都是有权柄 为什么他听你的 因为有权柄呢 是不是 因为权柄他会去洗吗 你叫他扫个地 他也能去扫一下 这都是权柄的 当然不是说 我们这个权柄啊 不是说要用在人身上 老师叫这个干哪个 叫这个干哪个 干这个干哪个 不是 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的 不能老是瞎子 弟兄姐妹 我说的意思你要明白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这个权柄的认知 更加全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思想当中 情绪当中 心里面 心智里面 我们的身体上 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个领域当中 都是有权柄的 看到没有 所以当你听明白这些以后 你会发现 原来我听道 我听神的道 我听基督的道 听真理的道 都是为了让我的耳朵 活在权柄之下 活在谁的权柄之下 活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 让我的眼睛 活在神的权柄之下 让我的心 活在神的权柄里面 让我的思想 意念 活在神的权柄里面 阿们 不然的话 你看手机 你看微信 你刷抖音 你看电视剧 是不是 那些暴力的 那些负便的 那些各种东西 你天天看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也会对你心中影响 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情绪 被这些东西所挟制 他们这就对你有权柄 听明白了吗 所以你接受好的方面 好的在你那边运行 在你那边掌权 你接受不好的 负面的东西 魔鬼的东西 你接受进来 这些不好的 魔鬼的东西 在你那边运行 在你那边挟制 神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明白 这些以后 我们会发现 原来我们听神的道 我们每一个想法 都是有权柄的 我们听真理的道 我们每一句话 都是有权柄的 阿们 我不仅仅是奉耶稣 那种赶鬼 命令鬼出生 这个时候有权柄 当我说一句话 我祝福我的身体 感谢耶稣 在基督里 我就是健康的 这就是权柄 感谢耶稣 在基督里 我是新造的人 这就是权柄 感谢耶稣 这身体是 世民的圣殿 这就是权柄 跟你的身体有权柄 感谢耶稣 从头到脚都得一致 从你到外都得一致 我的每一个细胞 都是健康的 每一个神经 都是健康的 每一个骨头 都是健康的 每一个器官 都是健康的 坦谢耶稣 我是最健康的 奉耶稣的圣民 听到 每一句话都是权柄 亲爱的兄姐妹 你听明白了吗 今天晚上这个信息 你要听明白了 那可就厉害了 你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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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你身体说的 每一句话 原来每一句话 里面都是权柄 生死在舌头的权柄 喜爱他的必吃 他必须他必须的果子 是不是 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有权柄的 对你的身体 说什么话 就有什么权柄 哈利路亚 好不好 宝贵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开始 深刻的意识到 原来权柄 不仅仅是在赶鬼方面上 我们用权柄 命令鬼出去 原来权柄 涉及到我们生活的 每一句话 涉及到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思想应验 每一句话 每一个角力 阿们 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在说什么 都是在释放的 什么权柄 你明白了吗 你对你的家说什么话 这个家就有什么权柄 你对你的孩子 说祝福的话 就有祝福的权柄 你对你的丈夫 说爱的话语 欣赏的话语 祝福的话语 尊重的话语 就有这样的权柄 他就会活在 这样爱里面 这样祝福里面 这样尊重里面 被祝福保护 阿们 同样 我们对弟兄姐妹 对神的儿女 永远都要说爱的话 说饶恕的话 说信心的话 说祝福的话 说尊重的话 听着 只要我们这样 不断的说话 这些话语 都会保护他 这些话语 都是权柄 哪怕就算是 他有问题 就算是犯错了 就算是有够 软弱错误的地方 出问题的地方 只要我们不断的说 爱的话 祝福的话 我们接纳他 我们爱他 我们包容他 我们欣赏他 我们祝福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话语 都是有权柄的 都会给他带来祝福 使他悔改过来 如果你定 定他的罪 说他有罪 说他是罪人 说他神不爱他了 神不要他了 神不喜欢他了 我们不接纳你了 我们要把你赶出去 就是说 这些父妹的话 他也有权利 但是这个权利 不能够给他带来建造 不能真正使他悔改 反而怎样 反而会打烊他 弃绝他 使他受到 巨大的伤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明白了吗 所以今天晚上 你听明白了 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的 每一个思想应验 我们听到 我们接受的 每一个信息 我们听的每一篇道 都是 都是在接受权柄 神的华人就是权柄 阿们 然后我听了道以后 我去思想这个话语 我去说这个道 说神的话语 我把它说出来 我把它宣告出来 承认出来 那都是权柄 是不是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长辈 说祝福的话 对我们的家人 说祝福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 说祝福的话 对我们的孩子 说祝福的话 对我们的同事 说祝福的话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说祝福的话 你无论到哪里 你都祝福到哪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就是在释放 神的权柄 阿们 你祝福到哪里 权柄就要到哪里 阿们 看到没有 你祝福到哪里 哪里就蒙福 所以宝贵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你再赶鬼 奉耶稣的名赶鬼 赶好了以后 你就要怎样 你就要开始祝福了 你向神要做的是 感恩 相信神 感谢神 把荣耀归给神 这才叫祷告 我们今天跟神是 相信他 感谢他 把荣耀归给他 这是祷告 向神祷告 我们对魔鬼 是奉耶稣的名 命令鬼出去 命令鬼离开 奉耶稣的名 休息 不能带回来 这是在对魔鬼 有权利 命令他离开 之后呢 之后你要听真理的道 你听真理的道 喂养你的心 建造你的心 你听真理的道 使你的心被保护 使你的饲养 被神化人的全力保护 使你的情绪 也被神化人的全力保护 然后你听真理的道 你说祝福的话 祝福你的身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身体的每一个层面上 细胞啊 这些血液啊 神经系统啊 器官啊 骨头啊 皮肤啊 每一个层面 全方面都是 被你的化人所保护 因为你所说的化人 就是全力 当你祝福他 他就被祝福 他就被保护 他就被化人里面的生命 化人里面的全力 所祝福和保护 你明白了吗 所以不仅仅是 赶贵用全力 你会发现祝福神经也是有钱 阿们 好不好 同样我们每一个行动 都是全力的彰显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赶贵以后 祝福以后 你就不要再躺在床上了 你就不要坐在轮椅上了 你要起来行走 你要坐起来 你要站起来 你要起来行走 阿们 为什么要坐起来 为什么要站起来 因为这是全力的招牵 你要支起你的双手 你要挥舞你的前头 要大声的宣告 我都是放的 我都是有的 我是鸡汤的 为什么要这样回应 为什么要这样活动 为什么要这样行动起来 保罗说 是不是 保罗说 你站起来 全行走 这是什么 这是全民的话 当这个人一行动 一跳起来一行走 那个贪字 一跳起来一行走 那个全民就在他身上张牵 所以弟兄姐妹 听到神的道了以后 你思想神的道就有全力 你说神的道就有全力 你按照神的道 行动就是全民的张牵 它是全方面的张牵 它是系统性的 全面的 全面的张牵 阿们 好不好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所有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 你得深刻的意识到 原来你的思想 你的情绪 你的意念 你的话语 你的行动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行动 每一个动作 你得越来越认识到 它都是全民的张牵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听神的道 那你所思想的 你所信的 你所说的 你所行动的 全是神国 天国 全民的张牵 天国 神国 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 实现 同志 阿们 如果你听 你听错误的道 你接受 负面的思想 一念 你接受这些 仇理的谎言 疾病的攻击和挟制 你天天接受这些 你天天听这些 说这些 想这些 按照这些行动 躺在那里 不能动了 越来越说 自己不行的 完了 要死 要死 天天想这些 说这些 那也是全民的张牵 那是什么全民 那就是魔鬼 黑暗权势的张牵 瑕士者 在他身上张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 今天你一定要明白 当你重新的耶稣 当你重生 你进入神的国 爱瑟德国里面 你成为新造人 你活在基督里面 你今天就是活在 皇室家族当中 你的身上就有 皇室家族的统治权 阿们 所以你听真理的道 你的思想更新了 你所想的 你所说的 你所行动的 所有的一切 在你生活的 每一个领域当中 都是全民的彰显 都是神的国 在你身上彰显 阿们 神的全民在你身上彰显 阿们 神的祝福在你身上彰显 阿们 神的每一句话 都是全民在你身上彰显 阿们 好不好 哇 你说的家里面 喊阿们 阿们 阿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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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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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已经给我们全名 不但可以赶出乌龟 还能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你看到 一感鬼一病 都是全名的章显 怎么感鬼 奉耶稣的命令鬼出去 这就是全名的章显 怎么一病 奉耶稣的命按手 祝福你的身体 宣告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对你的身体说神的话 耶稣受病让我得的医治 这就是全名 对你的身体说健康的话 耶稣受心发我得平安 我是健康的 奉耶稣的命 这就是全名 这就是全名的章显 阿里路亚 好不好 奉耶稣的命对付你说话 命令鬼离开 是全名的章显 奉耶稣的命 在你的身体说话 祝福你的身体健康 强壮都一致 就是全名的章显 同样的 对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说祝福的话 说信心的话 说你想要的美好的结果的话 奉耶稣的灵 奉耶稣的灵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全名的章显 好不好 所有领受的弟兄姐妹们 举起你的双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奉耶稣的圣灵 哈利路亚 谢谢天父爸爸 谢谢天父爸爸 谢谢主耶稣 把双手举起来 领受 领受 圣灵就在我们当中 就在我们当中 就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感谢耶稣 感谢圣灵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灵 就是现在 圣灵的恩告 在我们当中 运行 圣灵的利火 在我们当中 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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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恩告 在我们当中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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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基督的名 全名就是现在 全名就在这里 全名就在这里 奉耶稣的名 耶稣给门徒全名 也给我们全名 耶稣就活在我们里面 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活在基督里面 全名就在我们身上 奉耶稣的名赶鬼 命令鬼离开 命令疾病的人离开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赶猪 无鬼 医治百姓 各样的病症 就是现在 我要奉耶稣的名 命令 一切疾病的名 离开神的儿女 就是现在 离开神的儿女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离开 奉耶稣的名 一切疾病的名 离开神的儿女 离开一人的身世 离开神灵的神殿 就是现在 头痛头晕 疾病的名 离开 奉耶稣的名 离开 有人精神上的挟制 抑郁症 自闭症 精神分离 这些疾病 精神上的挟制的名 这些恶魔的攻击 奉耶稣的名 离开 就是现在 离开 奉耶稣的名 离开 就是现在 离开 奉耶稣的名 离开 就是现在 离开 你没有权力 在人身上 奉耶稣的名 离开 就是现在 离开 神经系统 洁净 所有的神经系统 得洁净 神经系统 得洁净 神经系统 得一致 耶稣受 鞭伤 你得一致 耶稣受 心法 你得平安 奉耶稣的名 大脑清醒 思维敏捷 每一个神经 都健康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有人的血糖 得一致 血糖 得一致 奉耶稣的名 得一致 血糖 血压 血脂 得一致 奉耶稣的名 得一致 就是现在 得一致 耶稣受 病上 你得一致 耶稣受 刑犯 你的平安 就是现在 我奉耶稣的名 宣告 你的血糖 血压 你的这些血脂 完全得一致 就是现在 完全接近 一切的疾病 一切的症状 奉耶稣的名 就是奉耶稣的名 离开 奉耶稣的名 离开 奉耶稣的名 离开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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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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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 你说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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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脏器官得一致 内脏器官得一致 心脏 心脏 疑脏 胃 肝 肺 肾 把汤 小肠 胆 奉耶稣的名 全部 对着 全部接近 里面 疾病的名 出去 奉耶稣的名 出去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出去 耶稣受病上 你对着 哈利路亚 把手按在你的胃上 有人如果身上 胃上不舒服的 把手按在你的胃上 头上不舒服的 把手按在你头上 颈椎不舒服的 按在颈椎上 奉耶稣的名 腰上不舒服 按在腰上 奉耶稣的名 按手 现在 奉耶稣的名 按手 奉耶稣的名 按手 得一致 奉耶稣的名 得一致 耶稣受病上 你得一致 这就是产品 现在你的身体就好 现在你身体就好 奉耶稣的名 赶围 鬼赶出去 疾病的你出去 这就是产品 产品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就是现在 医治百姓 各样的病症 宣告你身体得一致 耶稣受病上 你的一致 这就是全民的彰显 这就是全民的彰显 奉耶稣的名 彰显 现在你 就得一致 从头到脚 都一致 从你到外 都一致 奉耶稣的名 都一致 每个细胞 都一致 每个器官 都一致 每个骨头 都一致 每个屁股 都一致 奉耶稣的名 都一致 每个神经 都一致 每个血管 血液 都一致 今儿 这就是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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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奉耶稣的名 祷告 奉耶稣的名 祝福 奉耶稣的名 就是现在 全民就展现 你的身体就改变 每一个血管 血液都改变 每一个器官都改变 每一个骨头都改变 奉耶稣的名 改变 是你的恩高 大能 进到你身体里面 就是现在 出头到家 哈利路亚 从一到外 哈利路亚 都释放 奉耶稣的名 都一致 就是现在 都释放 就是现在 都一致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他们 按手在你身上 按手在身上 好不好 接下来拍打拍打 你的身体 好不好 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身上 拍打拍打 头上 也可以轻轻地拍一拍 这个腰上 也得轻轻地拍一拍 胸口也得轻轻地拍一拍 如果你身边有人 让他帮你拍一拍 奉耶稣的名 这样的拍一拍 都是全民的彰显 当你按手 都是全民的按手 当你拍一拍 你的身体 都是全民的拍一拍 全民的彰显 知道不知道 你一边拍 一边说话 奉耶稣的名 得一致 不说话也可以 你默想 你这一拍 你一想 这个我一拍 那恩涛就进到里面 实力的文明 就进到里面 奉耶稣的名 我拍拍拍 越拍越好 越拍越健康 越拍越强壮 疾病都拍不好了 魔鬼都拍离开了 魔鬼都拍死了 你这样拍一拍 都是全民 都是全民的表达 全民的状态 好不好 对你身边的人 给他拍一拍 给他按手 给他拍一拍 让他也给你按手 拍一拍 互相的按手 拍一拍 奉耶稣的名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拍一拍 奉耶稣的名 都一致 浑身都轻松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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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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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 轻轻地拍拍 你的头 头就清醒 头就清醒 头就轻松 奉耶稣的名 轻轻地拍拍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拍拍你的颈 颈椎 捏捏拍拍 颈椎就灵活 颈椎就轻松 颈椎就健康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拍拍你的肩膀 肩膀就轻松 肩膀就健康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腰上拍拍 胸口拍拍 腿上拍拍 奉耶稣的名拍拍 好不好 你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全秉的彰显 今天晚上 你要深刻地意识到 当你听了真理的道 神的话 神的道 把神的话 神的道用出来 思想他的话 都是全秉的彰显 说他的话 都是全秉的彰显 行动起来 不管是跑步 还是走路 还是拍一拍 蹦一蹦 跳一跳 奉耶稣的名 都是全兵的彰显 阿们吗 好不好 领寿领寿 所有的家人们 奉耶稣的名宣告 也得一致 得释放 就是现在 从头到脚 得一致 从你到外 得一致 完全得一致 耶稣寿边上 你得一致 每一顿神 你都是健康的 奉耶稣的圣明 阿们 好不好 所有的家人都领寿 啊 接下来 活动 活动 都动起来 动起来 谢谢天父爸爸 谢谢耶稣 所有领寿的家人们 阿们 阿们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动起来 动起来 好不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接下来的环节啊 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要活动啊 活动 健康你的身体啊 好不好 该蹦一蹦的 蹦一蹦 该跳一跳啊 该扭一扭的 是不是 扭扭腰的 活动你的腰 活动你的颈椎 活动你的身体 奉耶稣的名 动起来 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要活动你的身体 检查你的身体啊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 奇妙的改变了 奇妙的轻松了 奇妙的得一致了 奉耶稣的名 所有疼痛都消失 所有疾病都消失 耶稣受病上你的一致 你是健康的 啊 动起来 好不好 所有的弟兄姐妹啊 心口不舒服的 现在深呼吸 内脏器官 以前不管你的胃 你的心脏 有不舒服的地方 现在深深的呼吸 好不好 深深的呼吸 吐气啊 来检查你的内脏器官 你会发现 你的内脏器官 轻松了 内脏器官 健康了啊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声明 所有神的儿女们 都要活动 检查你的身体啊 中文字幕 感谢观看